各位親愛的基兄姊妹們大家平安 我是本月份的快訓主播Jerry 感謝主給我這個機會能夠為大家服事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北車站的一樓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背這個包包 是不是要帶大家出去玩呢 沒錯 我今天就是要帶大家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走 欸 這裡看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呢 沒錯 這裡就是我們主日聚會的台鐵六樓演藝廳 而大家現在畫面上所看到的 則是本世非常精彩的背景比賽 讓我們一起來採訪一下當地人優勝者吧 這是心得啊 我覺得就是經理而為 然後就交給神啦 我覺得可以得名這個神的恩典 感謝主 Amen 我覺得神的話真的很棒 因為當我自己在墨寫在背送神的話的時候 我覺得神常就是透過這些話語 對我的心說話 然後給我很大的鼓勵 很開心能夠得獎啊 基本上背金的學校就是 從大概一個月前開始背 那目標就是一天背一節或是一張 那每次背第一節再進入第二節的時候 就要從第一節再開始背 那你這次得名有沒有特別感謝的事情 是不是人 沒有啊 就感謝神吧 感謝神 謝謝你 恭喜你得獎 謝謝 感謝主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在舞台的後方 大家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們的團體組的冠軍就會出爐了 在這邊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從下個月開始 我們的火把快訓 將會以全新的面貌為大家呈現 鼓勵各位弟兄姊妹 可以提前十分鐘來參加我們聚會 一起來觀賞我們全新的火把快訓 第一名 啊 兩個 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 覺得 呃 好 對 就是兩個Double的 就是 十幾的 十幾號的 是誰 對 要不要歡呼一下 是誰 你們就是第一名了 曼萱這一隊 謝謝 現在在我身後呢 就是本屆背景比賽的團體組 一組的冠軍給自己一個寬呼吧 好 OK 你們好多人喔 你們有沒有隊長 隊長或是組長是不是 你可以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這一次得獎的 第一名的秘訣嗎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秘訣 我們一開始就覺得原則就是很放 結果最後就是 瓜瓜打過 瓜瓜過 本屆背景比賽圓滿落幕了 讓我們給所有的得獎者 以及參與者熱烈的掌聲吧 當然不管有沒有得獎 最棒的是大家都在神的話語上 努力扎根 相信每個人一定都大有收穫 接下來是本月份的火把大小事 11月份按理的事工領袖包括 保全事工的蔡曹文弟兄 物質事工的蔡嘉雲姐妹 小組長則包括 陳記秀姐妹 李毅偉弟兄 葉明華姐妹 劉宥軒姐妹 韓紀凡弟兄 林志祥弟兄 陳琳姐妹 以及蘇文毅弟兄 同時也歡迎林慕恩姐妹 加入教會的同工團隊 成為半職同工 承接教會事奉被神使用 是一件榮耀的事 相信神會大大的使用他們願做的心 成為神國的精兵 主播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火把教會 禱告會的現場 那我們火把人呢 除了讀經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禱告 當禱告得到成就了以後 我們就要做見證 楊牧師常說 見證要如雲彩般的圍繞著我們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起來訪問 在這個月的主題禱告於我當中 有哪些弟兄姐妹 有特別的得著吧 禱告對我來說是我的呼吸 然後是我跟上帝建立關係的管道 是我尋求力量的來源 是我服侍的動力 謝謝 就是最近禱告啊 就是最近在找工作 然後禱告 在找到工作的前一天晚上 就是突然就一直禱告 然後禱告要流淚 那個流淚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怎麼可以 竟然有一絲絲的不相信上帝 就是不助於我這樣子 結果我隔天立刻就找到工作了 就這個新工作啊 本來就是它寫新進員工 就是前十天不能放假 然後就很奇妙的是 就是在工作了第三天之後 主管就跟我說 你明天可以放假 然後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然後就是剛好那天 這天放假的話我可以參加禱告會 然後他說不只這個 然後禱拜天也讓我放假 我就說奇怪為什麼禱拜天要讓我放假 我就感謝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禱告吧 我覺得每一天就是早晨來到 教會成根的時候啊 禱告時間是上帝跟我說最多話的時候 而且每一次在寫QT本 筆記本的時候 我都可以聽見上帝跟我說話 然後我都會有好多話想要跟他說 身為火把全職同工 就是每天早上都可以聚集 然後跟大家一起禱告作為工作的開始 然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可以禱告神 讓就是每天的工作都是交在他手中的 身為火把全職同工 就是個人跟神相處的時間 是每天工作得力的來源 然後也是可以面對那個工作中各種挑戰 然後擴張的動力就這樣子 11月份的主題是禱告於我 那大家想知道 12月份的主題是什麼嗎 在這邊我要先賣個關子 不過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提醒 就是12月份的主題 跟10月份有一個重大節日 聖誕節有很大的關係喔 今年聖誕節火把就會有許多特別的活動 那關於這些活動呢 請留意一下資訊 2012火把聖誕季尋找那顆星 在12月15號禮拜六的下午 4點到5點半 在火把大會堂 有我們的兒童劇 尋找新興之冒險旅程 適合3到12歲兒童 需要大人陪同一起參加 除了教會的兒童之外 弟兄姊妹們 你一定不能錯過聖誕節的特別聚會 你看那顆星 這一次的活動分為三個場次 分別是12月22號星期六的晚上7點半到9點 以及12月23號星期日的早上10點半到12點 最後是同一天的下午1點到2點半 所有的聚會活動都是一人一票 平票入場 下週主日12月2號會台開始鎖票 每人線索5張 接下來是火把訊息快報 火把裝備課程邀請您一起來上課 11月份媽媽企業家 這次的主題是品德發展 尊重同才物品大自然 上個時間是11月27號禮拜二 早上10點到12點 喜歡在神話語上扎根的弟兄姊妹 請不要錯過這次的火把查經班 這一次我們要繼續來認識耶利米蘇 時間是11月29號禮拜四的晚上7點半到9點半 接下來你一定不能錯過 12月份21天禁食祷告會 時間是12月1號到12月21號 每天晚上6點半到7點半 火把教會的可愛人們 請不要錯過12月1號禮拜六 早上10點半的聖誕茶會 聚會結束後請各位弟兄姊妹 踴躍到6樓的主日櫃台購買火把2013年的行事曆 QT筆記本以及母會的現堂專輯 天使新家族10週年感恩樂會 愛其實很簡單 今年會後可以至6樓櫃台購票 歡迎弟兄姊妹以行動來支持天使新家族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上個月的奉獻數字 希望透過今天的快訊 可以讓每一個火把人了解到 祷告跟毒精都相當的重要 以上就是本月份的火把快訊 我們下週見 掰掰